他把他的台獨主張 用一個拐彎抹角的方式 再一次公布 維持兩岸現狀 就是他的政治目標了 現在呢 又提出一個事情 還有進一步的 他能夠走進白宮 那他的政治目標才達成 所以他是在安撫 在清德就很可能是下一個 你要搞你的建國獨立 那你自己去犧牲留學 你不要把美國拖欠 你認為美國會幫你犧牲留學 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要講一下 台灣這個民進黨的 領導人的這個候選 參選人賴清德 當然大家對他再熟悉不過了嘛 這個蔡英文呢 雖然跟他的關係並不好 但是在種種主客觀情勢之下呢 還是讓他成為這個 民進黨的參選人 那他當然他的身上有很多標籤啦 大家最熟悉的他是台獨金孫 但是為了大選這個位置呢 他好像開始隱蔽了 台獨金孫的這個面貌 不過最近好像藏不住又回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他在宜蘭的 有這段談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要讓介老師 來給大家解析一下 我先跟大家講 簡而言之言而 總之我把他標題化的幾段 他的發言 包括他說呢 2024這場大選是 中南海跟白宮的選擇 沒有台灣啊 這不是我們台灣的選舉嗎 但他認為這是一個 中南海跟白宮的選擇 中美之間 看台灣人民要選擇哪一個 另外他說呢 在蔡總統領導之下 我們與白宮接近了 他言必稱蔡總統蔡英文 然後他又說呢 台灣總統走入白宮的話 政治目標就已經達成 這幾段話呢 這個意涵量非常的豐富 我就先讓介老師來破題一下 你怎麼看 基本上就是還是 他把他的台獨主張 用一個拐彎抹角的方式 再一次啊 再公布嘛 對他雖然就是說 他一開始說 我是一個台獨工作者 反應不佳 對不對 因為他想要謀取一個 比較大的職位 他往中間靠啊 很少說往這些 比較這個激烈的路線去走 那即使在民進黨裡面啊 那個台獨公然主張的坦獨 也是比較激進的那些人 對就是在台灣的政治光譜當中 這個賴清德應該算是 比較獨比較激進獨的那一塊 台獨激進派 所以才會叫台獨金孫 所以在這個蔡英文 第一任執政結束的時候 這個成績並不好 所以當時呢 這整個激進的台獨派呢 就要革命啊 當時不是報紙上 登了好大一版的廣告嗎 叫蔡英文下來 讓給這個台獨金孫賴清德 那賴清德現在也如願以償 民進黨要去搶大位 但是我要問一下介老師 你認為在什麼樣的時空環境之下 他要再次做這個 我只能講啊 這是繞著彎子的台獨表述 事實上很多藍營嗆他嘛 你要支持台獨大聲說出來啊 民進黨完全執政了 你勇敢一點啊 但他當然這個政治上 有些現實他要顧及 但他還是極度接近 把他的台獨主張赤裸裸的丟出來 為什麼 就是說這裡面有一個 有一句話的用語 其實走進白宮是 是前面講的 他說政治目標就已經達成 就表示說他還有一個政治目標 這個政治目標呢 跟上一次他對在美國華盛頓 華爾街日報投書的那個內容 是不一樣的 因為上一次投書 7月5號投書 他說的政治目標似乎已經達成了 什麼叫他的政治目標 就是維持兩岸現狀 就是他的政治目標了 那這個兩岸現狀就沒有提到台獨了 那意思好像台獨已經 只要是民進黨執政 只要是這一些主張台獨 跟台獨話不清楚的人 在台灣執政 台灣獨立就實現了 有點這個感覺 那所以他就講他的 他的政治目標好像就是以 維持現狀為他的政治目標 那現在他這一次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還有個政治目標 也就是說本來人家說 你的台獨就已經 就已經你認為現在已經達到了嗎 因為他們的講法就是說 台灣不需要獨立 因為已經適時獨立 這是這一派比較 不像他這麼積極的台獨 一直是持著一個論調 那現在他這個講法 他在美國這個投訴以後等於說 等於說重複了就是說 沒有必要再有進一步的政治目標 那麼也就是以現在的這個現狀 就是政治目標已經達成 那他現在呢又提出一個事情 還有進一步的 那他沒有說是台獨 是什麼樣的台獨 不過他就說他能夠走進白宮 那他的政治目標才達成 意思是說上次講的不是他政治目標 所以他是在安撫這個 激進獨派 不管是內部還是在海外的 尤其海外的 是維持現狀 這個維持現狀 我們看到美國也在講 不是嗎 所以他上次講的維持現狀 那篇投書 應該是美國滿意的 他投資國際 但是顯然他的 堅定支持者 這個獨派 激進獨派並不滿意 並不想維持現狀 所以賴清德講了這番談話 被認為是要安撫這些激進獨派 那我梳理一下 我覺得賴清德講 應該有三個政治目標吧 第一個政治目標 執政嘛 選贏嘛 那第二個目標 按照他的投書是維持現狀 那第三個政治目標呢 是以台灣總統的身份走入白宮 那第三個政治目標 跟他的第二個政治目標 不會衝突嗎 會衝突啊 會衝突啊 不過他這個是用一種包裝 一種話術把它連在一起了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把他這個講法 把它拆解一下 對 也就是說他以台灣的領導人方式走入白宮 這什麼情境下會發生 以現在的狀況下 什麼情境下會發生 那現在的情境下就是 兩岸已經經過一場戰火 我怎麼想要責論斯基 腦子中就冒出責論斯基 對 他這個論述跟責論斯基蠻像的 對蠻像的 那所以有人說 台灣是下一個 下一個烏克蘭嘛 那你就可以說 那賴清德就很可能是下一個折倫斯基啊 所以這樣講很驚人耶 這樣講是說他已經 這是他的政治目標啊 他達成他個人的目標 說我走進白宮啦 可是後面是台灣一片戰火 這個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有可能 兩種情況 這個已經開打了 兩岸開打了 對 那美國反正也已經 跟中國大陸已經 對台灣問題已經幾乎攤牌了 很可能就會叫他 如果那個時候他是領導人的話 就可能叫他去白宮一樣 對 就跟現在國際社會 對折倫斯基的對待方法一樣 我覺得 季老師講這個很重要 但是台灣民眾可能沒有接到訊息 所以呢 台灣民眾接到的訊息是 台灣總統走入白宮 所以賴清德的政治目標已經達成 認為這是在一個和平的狀況 順利的狀況之下 台灣順利的獨立了 然後這個賴清德呢 就很榮耀的 用這個第一任台灣總統的身份 走進白宮 但是鳳朱現在的政治現實 這是不可能 不存在的 完全不可能 所以這個賴清德的表述呢 其實破壞了第二個 就是那個烽火連天 對 這個滿目瘡夷 這個死傷無數的一個可怕的一個願景 所以賴清德講的應該是第二種 Plan B Plan B那個順利的台獨是不存在的吧 完全不存在 這個他如果能夠踏入這個白宮的話 以他想要現在想要 想要企圖得到這個位置 那個身份進白宮的話 那個背後 台灣已經幾乎是戰火 已經是摧毀殆盡 對 你如果了解國際現實 跟目前的這個中美關係的話 你會非常認同跟理解這個季老師的 這番分析 但你認為台灣民眾有沒有清楚 接到這個訊息 我覺得台灣民眾 大部分都沒有 都不曉得這個背景 那麼本來台獨在台灣的這個 基本上人家就說他是騙局嘛 為什麼 因為你要建立一個 你所謂心而獨立的國家化 那只有經過鐵和血啊 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權 國家可以就這樣子 像你這樣子輕描淡寫 你就成功了 那問題就變成這一批主張台獨的人 他過去就說 我們要建獨立的 你來支持我支持我呢 那他說我支持 我拿到以後 我就可以把這個國家名字改掉 變成什麼樣 你今天台灣共和國好了 可是問題他已經拿到了 掌握了權力以後呢 他還是不敢做啊 為什麼他還是不敢做 因為他知道他再做下去 就要兵容相見了 對 所以這就是這個 蔡英文這個第二任 大家不斷在質疑他的 你都已經完全執政了 對不對 那所以說想做的就做啊 對不對 你要宣布台灣獨立 你要改國旗改國號 你就改啊 那當然並沒有 那我想進步請教這個介老師 我覺得第一個介老師 講得很重要 就是剖開了這個賴清德 這個給大家帶的一個美好的願景啊 這個風平浪靜之下啊 以台灣總統的身份走入白宮 這點是不存在的 那第二個就在於啊 美國會歡喜嗎 美國會開心嗎 他告訴大家 2024是中南海跟白宮的選擇 他告訴大家呢 在此刻啊 中美關係其實是劍拔弩張 而且別忘了 在今年11月 我們看到IPA峰會 這個拜登多想跟習近平見面的情況之下啊 他告訴大家有沒有 就是我們的台灣總統要走入白宮 是他的個人政治目標 美國會開心嗎 美國非常不開心 這個把美國扯進了 第一個把美國扯進台灣的大選裡面來 第二個 你這個假設就是美國人最不喜歡的 也就是說啊 你今天你要搞你的建國獨立啊 那你自己去犧牲流血 對不對 你不要把美國拖進來 你認為美國會幫你犧牲流血 那是不可能的 那問題就是說台獨的激進派啊 越來越怎麼講 相信啊 台灣獨立的機會是建立在什麼上面 是美中一戰 那他們認為美中一戰以後 美國會勝利 之後台灣獨立就來了 所以美國常常 會有這種感覺 就變成就說 你們台灣是不是想要把我們兩 中美兩國推向戰場啊 你知道陳水扁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 華府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因為這個 九一事變以後 需要跟中國大陸合作 那麼他就把陳水扁 設一個眼中釘 因為陳水扁不斷的在製造兩岸的問題 試圖讓美中之間產生衝突 後來當時的小布希就說 他說他明著跟很多人講 他說我美國人要不要 涉入台灣的戰爭啊 要不要流血 是我美國人的決定 我們不可能受到任何 其他人啊 的這種啊 製造的 是挖的坑或製造的局 讓我美國的子弟兵去流血 然後接下來就用三資金罵 罵陳水扁 那陳水扁後來下台以後 他的這個瑞士的帳戶 所以被曝光啊 很多人都猜可能跟美國的 對於陳水扁啊 為了怕他以後繼續 在製造兩岸之間的問題啊 所以呢 所以美國等於先下手為強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 他這個我們台灣這個領導人之間啊 新舊領導之間有五個月的交接期 那時候在華府有一批人認為說 陳水扁會不會用這五個月交接期啊 故意引發兩岸的衝突 把美國拖下水 所以呢陳水扁下台沒多久 他就是說敗選沒 就是說他卸任沒多久 他權力還沒有交出來的時候 他的那個瑞士的帳戶的那個事情就爆出來了 讓他整個的這話政治的影響力就完全被解除了 所以美國人很簡單 台灣跟大陸是什麼關係 台灣什麼的狀況 基本上美國決定 台灣不能決定 台灣如果有人想決定的話 那美國就把你換一個人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聽話嘛 聽話第一 要受控制嘛 那這個美國人在陳水扁身上吃到了苦頭 因為他的個性不受控制啊 那這個蔡英文就是很溫順很多 蔡英文乖得不得了 乖乖女啊 太乖了 然後這個相對的賴慶德顯然就是不受控 他的不受控在過去有很多歷史啊 我們看到包括他在擔任這個台南市長的時候 232天拒進議會 議會是民意投票選出來的 就是說這是民意的展現啊 他等於藐視民意 但他不在乎啊 然後另外他在擔任台灣 行政部門最高領導的人的時候 他就公然在這個殿堂中說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所以你看到他的各方面形勢 因為過去他的個性在政壇上也展現無疑 他的個性就是非常的剛烈啊 非常的固執 他在民進黨 我都瞭解黨內的人員也很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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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